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154 分享了更多《曼德拉效應》個案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155 會以不同時空圍道的基本概念 從神的角度分析 雖然全人類仿佛活在同一個時空 但在更高圍道的神眼中 其實我們各人是可以活在不同時空 原因非常簡單 我們從人類所活的世界 觀察一個比我們更低圍堵的世界的時候 都會發現相同現象 先以漫畫、小說和電影世界為例 對於活在三圍立體空間 時間以指定方向流動的人類而言 雖然我們無法在三圍世界隨意時空穿梭 但卻可以在漫畫、小說和電影世界的劇情中 足時空穿梭 例如當你觀看一本已經寫完的小說 或者已經拍攝完成的電影時 你不會被小說和電影的時間限制 可以隨意觀看小說的任何一頁 或者電影的任何一段 這就證明 我們可以在漫畫、小說、電影世界中 時空穿梭 從神來看 人類現今所活的世界 就好像一本已經寫完的小說 或者已經拍攝完成的電影 可以隨意走到人類歷史的任何一刻 觀看任何一個人的一生 無論是六千年前被創造的阿當和阿娃 二千年前的主耶穌和新約聖徒 或是我們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人生 神都可以隨意選擇任何一段播放或觀看 因此我們就明白神的眼中 人類歷史就如人類世界的漫畫、小說和電影 在時空上是完全沒有分別 唯一的分別是人類創作的漫畫、小說和電影角色 都是沒有生命和自愛意識 但神創造的人類是有靈魂、有生命和自愛意識 但從時空來對比 神體我們和我們看小說和電影 根本是完全一樣 因此我們可以引申一個更驚人的假設 這個假設是什麼呢? 我們又以小說以天屠龍記為例子 整個故事由開始至終結 早已在1960年代寫完 但不同時間閱讀這本小說的人而言 小說開始至結束的時間都完全不同 例如對A君而言 他在1960年代已經看完以天屠龍記 所以這個故事在1960年代的時空 已經出現在A君的腦海裏 但1970年代 在電視第一次看見電視劇以天屠龍記的B君而言 這個故事卻是在1970年代 才出現在B君的腦海裏 雖然兩個人是看同一個故事 但兩者的時空可以相差十年 所以神在時間以外的角度來看 既然我們每個人的一生 都活在與別人完全不同的獨立場景 這樣 世上每個人的人生場景 都不一定要同時發生 就像大家在不同時間看同一本小說一樣 今年2017年30歲的A君 他身處的時間流場景 對比另一個 同樣是今年30歲的B君的時間流場景 在神的角度來看 兩者的時空可以相差上百萬年 是完全沒有衝突和矛盾 因為在神眼中 神可以在自己的時空中 觀看與我們身處同一日的B君的人生 而另一位同樣與他們身處同一日的A君的人生 神可以在五百萬年前已經看完 對於A君和B君的主觀鏡而言 他們彷彿同時經歷今天 但在神眼中 他們二人所為的同一日 其實相差了五百萬年 因為A君的場景和B君的場景 其實是自然不同的兩個獨立平衡場景